歡迎收看這禮拜的獨立在線單元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的陳嘉峰 來跟我們一起點線 嘉峰你好 大家好 嘉峰這禮拜一樣 跟我們談一下台灣非常重要的 一些社會運動的訊息 今天要跟我們談一件什麼樣的事件 針對世新大學附屬機構破報 利報 他們無預警遭到世新董事會的大幅刪減預算 值得破報被停刊 那麼利報在上個月也公告停刊轉型 也會刪除到勞工性別族群等等的專板 上個月底世新大學學生權益行動小組 他們在校內其實就召開記者會過了 指控董事會獨裁專制 那麼黑箱的會議 殘害了教育的公共性 並且傷害了大學的精神 所以在19號他們再度來到教育部前面來集結 他們是抗議說 世孝是應該要具有公共性的教育的事業 所以實行世新大學的董事會 加傳三代這樣的做法是不好的 然後又新世新大學會有變成校產變家產這樣的情況 地上陳情書要教育部來出面調查 上次我們做了有關世新大學的一些議題 當然他的焦點是放在有關力包跟破爆的這樣一個面向上面 這次我們看到世新大學的學生 他這次的焦點不是只有在破爆力包 而是回到一個教育部的上頭 那佳鳳剛剛講的說他是在抗議中 叫所謂的校產變家產的這個現況 我不曉得這樣的抗議有沒有一些比較具體的一些說明 或者是一些具體的一些理由呢 是的 因為世新大學由創校的校長陳社我 他的女兒陳嘉玲來擔任這個董事長的職位喔 那麼另外呢 陳嘉玲的兒子周成虎呢 其實在去年11月的時候呢 擔任董事長繼財務規劃小組這個委員喔 所以說其實他們外傳說 這個陳社我的女兒他的兒子呢 這個周成虎在接任董事長之後呢 下一屆可能會是董事長的一個新的接班人喔 所以他們勞全小組也痛批說呢 陳嘉玲一代接一代這樣的做法 實際上是把校務轉傳成三代喔 實際世新大學並非是成家的一個企業 所以這種世襲的作為呢 他們是認為是不對的 根本是把校產當成家產來經營喔 更是掏空教育本身應該有具有的公共性的一個內涵 不過我想這個所謂的接班還沒有正式的完成嗎 或者是周成虎先生現在還不是世新的這個董事長喔 那但是類似的這種情況 我想在很多的設立大學其實也是屢見不鮮喔 就是我們看到可能都是家族的成員 延續的去把這個去擔任這個學校的要職喔 是不管是在董事會裡頭的成員 或者甚至是董事長喔 那這個其實我們看到在台灣 基本上來講會是一個很 看起來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但是它未必是一個正常或是一個合理的現象 那在台灣的私校法裡面有什麼樣的規定嗎 就是規定不能夠有類似的這種情形發生嗎 有根據私校法裡面第一條其實就有寫到喔 它裡面是寫說為了促進私立學校多元健全的發展 提高公共性跟自主性這兩個 以鼓勵私人來新學喔 所以增加國民就學跟公平選擇的一個機會 那麼也是私立學校法設立一個核心的目的喔 所以其實勞權小組的學生他們是認為說呢 既然是財團法人這四個字喔 也就是以捐贈財產的基礎來存續 所以說呢依法人捐助章程為權力的運作 所以私校的董事或董事會其實也只是依照呢 法人代表跟捐助章程裡面的 他們只是一個管理跟執行的機關 所以即便是私校呢 他們應該必須要保有他本來應該有的公共性跟公益性喔 所以並且質疑說呢 世青大學他們董事會是濫用學費 福報福編董事會的經費他們高達上千萬元 所以他們有說呢 六年來其實成長百分之三百趴喔 所以他們認為說呢 董事會拿學生所繳的一個辛苦繳納的學費 來福報董事會這些編列的預算 其實是有點圖利董事會這樣的一個嫌疑 他們這次是選擇去教育部抗議喔 當然這個周成虎先生後來在他們也 這些世青的同學去學校 周成虎先生也做了一些回應喔 包括像破包跟立包的問題 是應該是直接去問校長 或者是說他也澄清了一些同學們的一些批評跟指控喔 但是這次的重點其實在教育部 教育部怎麼去面對一個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問題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私校基本上來講 在私校法裡面也都去保障了所謂的私校的公共的精神喔 特別是教育本來就是一種公共精神 那當這個教育部面臨到這個所謂的學生的指控的時候 或是提出了這些質疑的時候 教育部當時的回應又是什麼呢 其實教育部他當時有做出一個對他們的五點數學 他們有做一個回應簡單的回應喔 那其實學權小組觀察到說呢 事情董事會有花費預算逐年擴編的情況 所以從九十六的學年度到現在喔 每年一開始是三百六十萬的預算到現在 上升到今年擴編到一千一百六十七萬元的一個 一個成長的一個這種狀況喔 將近是成長了百分之三百趴 所以其實實際上經費呢是如何運作 還有人事啦交通費是由誰來支領的戲目 這些學生是無從得資的 所以他們說呢 事情董事會預算裡面除了聘任一位秘書之外 他是專職的秘書之外 其他的費用都是濫用的 有種濫用的嫌疑 所以他們覺得很奇怪 所以因此勞動權育小組他們是提出了五點訴求呢 包含是說呢 教育部應該要 他是主管機關 所以他必須要出面來做一個負責 那另外應該禁止事情董事會這種 世襲的一個情況再度來發生 並且要介入調查 那麼呢 要修改行政命令 說邊董事會的交通費跟其他一些支領的標準 那教育部也應該要通牌來檢視 私校董事會的人員的人事名單 並且要監督帳目跟資訊公開 必須要透明 然後呢 董事會組成的應該要有學生 還有教師公會的代表 共同來參與這種決策的動作 那並且私校應該設立一個公立的監察 公益的監察人 那麼對此呢 教育部他是有做一個回應 就是高教師的科長 偵訊員他是回應說呢 私校的財務狀況呢 其實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跟公益性 那教育部會派員 會派會計師來學校做一個查核 那並且會列入評估 那學生他們所提出的一個公益監察人 這個部分呢 是要等待立法院來做一個修法的動作 的確這個問題知識體大 它涉及到的範圍非常非常的廣泛 包括私校法裡面有關 對於董事會成員的一些限制 或者是董事會成員 這個親等之間的限制 甚至剛剛談到的這個資訊 是不是應該公開 財務是不是應該公開 是不是有所謂外部監察人等等 我想這是教育部責務旁貸的一件事情 因為教育的本身 它本來就應該是一個公共的一種資源 怎麼樣讓公共可以參與 公共可以監督 讓這個教育能夠發揮一個更大的公共的特質 我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教育的發展方向 今天非常謝謝佳豐來接受我們的連線 我們下禮拜一樣再邀請公民行動 以及紀錄資料庫的朋友 再跟我們一起連線 謝謝佳豐謝謝 謝謝 到底這個爛探子何時才能了結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獨立在線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抱抱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在線 首先讓我們一起來關心 樂生走山危機相關議題 連續兩日豪雨 樂生新院區主恩社 因新莊機場南側排庄工程的勞動 污涉裂縫不斷擴大 5月21號青年樂生聯盟發起干擾捷運行動 下午5點 二十多位樂青自新莊捷運縣的回龍站上車 戴著口罩 胸前掛著樂生院地質危機 好龍兵公開辯論的牌子 靜默站立直到中校新生站 並在月台短暫停留10分鐘後 隨即移動到捷運出口外 召開記者會說明 樂生院走山危機令人擔憂 但工程單位捷運局卻拒絕簽署 機場工程安全無餘 不會再以安全為由要求院民搬遷的承諾 樂青5月8號發起17公里苦刑 並且夜宿北市府 卻沒有獲得正面回應 只好以干擾捷運的方式抗議 但過程中捷運的班次與運作 並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接著讓我們一起來關心 世新大學董事會引發的相關爭議 世新大學學生勞動權益行動小組 指宜世新現任董事長陳嘉玲之子 去年11月剛上任的副董事長 暨財務規劃小組組委周成虎 不當介入校務 並在5月19號上午前往教育部 抗議世新淪為家族企業經營 讓校產成為家族私產 勞權小組認為 世新董事會濫用學費 浮邊經費 校產與私產互通 有利益交換之嫌 董事會介入校務更影響校園民族 因此提出包含要求教育部禁止 董事會的世襲狀況 並針對學校與副董事長周成虎之間 是否進行利益交換 介入調查 以及不設立教育部補助金額門檻 設置公共監察人等五項訴求 最後是遠雄巨蛋遺述相關抗議事件 遠雄大巨蛋4月中與護術團體爆發衝突後 5月19號再度為了改善場館交通 計畫變更路行 預計將中校登陸上的13顆蜂箱樹移走 台灣護術團體聯盟帶領護術民眾 再次以肉身暴術抗爭 不讓遠雄工程移走樹木 但是當民眾阻擋在工地門口 不讓怪手開出來時 卻發現有二十幾名全副武裝 持盾牌的遠景排成兩列 像是在保護怪手般與民眾對峙 現場民眾質疑 為人民服務的警力 怎麼可以站在財團的工地內 當財團的首位 另外在現場 遠雄副總經理蔡宗毅 則向媒體表示 我們也很愛術 目前移術完全依照公登處規定處理 是移術中的最高標準 面對抗爭不斷 他表示 能移多少就移多少 以上新聞是由陳怡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